前不久 亚兰和元庆约会是 侯与杨阳 之前不爱世事的阴阳 现在已经会变得成熟稳重 并且事业小有成就 亚兰心底的爱情之果 被杨阳再次变弹了 亚兰与自己追寻冬礼的梦中完美爱人 终于现身 随后被与元庆提出了分手 今天亚兰来到节目现场 要跟心中的完美情人 仪然干的告白 那么曾经被亚兰抛弃的杨阳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她的告白吗 我想问一下 你心目当中的完美情人是什么样 高大帅气 有自己的事业 谁有 他们俩谁有 都有 谁好一点 杨阳 你确定她是单身吗 确定 那如果她有女友呢 她没有女朋友 我问她了 我亲口问她了 对 去吧 我问一下你啊 如果杨阳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她因为我而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我的一句话变成这样 她怎么能不来 问题就出在这儿 听什么你说你能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你就不能 你来你就来 你不来你就不来呢 她今天就不来你怎么样 她一定会来 如果她来了说她不爱你呢 不会 不会是吧 还是不会 我想象不到 哎呀 一个人要是太过自信就死到临头了 如果她真的能杨 那 那她爱谁啊 如果杨阳和袁庆都来 杨阳说 他 他怎么可能来 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要过来啊 这个门很神奇的 总有人会经常主动找到我们 懂吧 再加上他们俩又是朋友 如果袁庆和杨阳都来了 杨阳说 虽然你激励了他 有他今天的成就 但是呢 他已经有女朋友 而袁庆说 他还愿意原谅你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之前我亲口向杨阳证实过 我问他你有没有女朋友 杨阳他亲口告诉我 他摇着头告诉我没有 我只是给你猜测一下 好吧 来让我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你来干嘛 来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袁庆 久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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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个手 我刚才一直为了你在这 哎呀 这喉咙都哑了 现在 算是哑了的男朋友吧 你是谁男朋友 你是说你是他的男朋友 算是吧 为什么叫算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你把话说明白好吗 他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凭什么呀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他说分手呗 为什么你说还是 是 因为我不想跟他分手 我还想他留在我身边 你不想分就 就可以 就可以不分吗 行行行 我们现在说明白了好不好 我现在不好奇这个 我不好奇中间这位女孩子是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竹子 我是洋洋的女朋友 谁的女朋友 我是洋洋的女朋友 洋洋的女朋友 对 这个舞台干嘛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啊 原庆你干嘛带着 洋洋的女朋友来 因为我私底下和亚兰说过 我说洋洋的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可是亚兰不信 她非要来这 我没办法 就把她带来了 我今天来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 我不想亚兰 在这么执迷不悟 这么自己 谁执迷不悟呀 我觉得原庆 她是真的爱亚兰 她拜托我过来 帮亚兰 跟亚兰说一下 就是证明一下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还要我再说多少遍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 她爱的是我 你怎么就知道 她爱你 她还能找女朋友吗 她跟我说 亲口跟我说 她没有女朋友的 好吗 你觉得她会骗我 她为什么要骗我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亚兰一会上来了 直接把她领走 或者直接拒绝你 你怎么办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可能 你说你是亚兰的女朋友 对 何以为证 我来到现场 我为了她来 我就是证明 嗯 这这杨兰知道你来 杨兰她肯定知道我来 她今天陪我一起过来的 杨兰也来了 嗯 她来了 那我问一下 你还要坚持 要杨兰上来了 对 如果杨兰上来了 真的如他们所料 那你真的很难收场 不可能 你 不好意思 你不了解她 为什么你这么 执迷不悟呢 是谁执迷不悟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看她来了会怎么说 你看她是把她牵走 还是把你牵走 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亚兰呢 她到这会儿来 还在为她当过待会儿 会不会没面子考虑啊 为什么所有人 都不跟你担心我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们一直在试图为你考虑 杨兰告诉我 他没有女朋友 那就让杨兰来说嘛 他告诉我 他一切都是为了我才这样 那你要不要开门吗 我要 真的要 对 那你去吧 我再休息地问你一次 真的要开啊 对 无论什么结果 对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杨兰你别这样 你先把手松开杨兰 杨兰你先把手松开 冷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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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冷静一下 我都说了 你别这样 她是她女朋友 你先接受一个事实 你现在和杨兰已经结束了 杨兰你冷静 我当这个舞台上我容易吗 我那么要杀的一个人 你要接受现实你知道吗 人为什么要骗我 人为什么要骗我 你有等格随息身边的人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当时没有说确实是因为我的错 但是我们两个已经分开 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两年多了 谢谢你爱我 我希望你能放下这段过去 但是我从来没有不爱你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杨兰我觉得你应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没有不爱你 我一直爱你 你们两个已经结束了 请一记随剑将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